从一开始 你就是故意将我们引进来的 你的目标 是我吗 对 也不对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我认出了你身上的气息 是我当年最厌恶的那种 不过我的心肠还没有坏到要杀了你的地步 这次禁忌坛需要用到的时间很久 在我出来之前 打算将你给困在村庄里 可偏偏那么不凑巧的 有人把你送到了我面前来 他很喜欢你 祭坛下面是两块常年相互碰撞的地壳 这里是他的长眠之地 每当地壳有变动的时候 我都会来这里 陪陪他 一直到安稳为止 就在你来之前 这儿还动荡不止 你来了 便安静了 而且我感觉得到 他也安静了 你口中的他 到底是谁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之后 地面突然一阵晃动 不 不是地面 是头顶 随着锁链拉扯的声音 一个旁人大雾 从头顶缓缓降落 那是一幅白玉翡翠所制的棺材 通声散发着绿色的冷光 公主 公主 您是想我了吗 距离祭坛上一次动荡 才过去两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 您是感应到了什么 所以传召我来了 是吗 他是谁 既然公主 您喜欢他 那就让他长久地 留在这儿陪着你 如何 阿摩从村长手中 接过琉璃瓶 打开棺材的某处的盖子 将血倒了进去 诡异的樱幕发生了 血水顺着条条脉络 渐渐地走到棺材周身 棺材却发出了一种 禁运在盈绿和血红之间的 诡异光芒 滴滴污名声 从棺材里发出来 他果然很喜欢你 四马一族的人 的确是煞费苦心 直到要人研制成功的条件 是纯正的血统 当年 他将主人一族 控制了起来 放干了所有人的血 然后对之后的试验品 进行逆天的上古 医术换血 详行霸展别人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变成自己的 就算是换血 也不可能达到 主人那样逆天的天赋 只不过 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让他们 给研制成功了 看来 你是他们所研制出来 最满意的成品 难怪你的血 能够让我主人喜欢 说 司马莫川那个老贼 将你给研制出来 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什么要人 什么研制 我不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说也没关系 司马老贼年轻的时候 野心还没暴露 便对主人一族的血液 很贪婪 可主人生来高贵 怎么可能是他那种低贱的东西 能够染指的 若不是他做尽了 做小伏地的事 又怎么可能得到主人的亲眼 又怎么可能被他寻到的空隙 谋逆错位